那關心的是臺南小孩 小孩走在辦櫃山上 讓車撞失的事故 現在臺南市 研究這間路口的安全 大一塊 說到發生車 後這個地方兩點前來 就處理六項不買 因為過路人的處理案 現在臺南市長 文維町有人研究 是不是要來公佈 危險家屬的商品 這可以去討論 臺南市警察局十何時 一天開大一塊 第一點就在路洞 扛農到過身的路口 兩點前是處理六項 你接下來也會提升整個五月 總共在十二個路口 派出警力同時大執法 我們的執法項目 就是針對為禮讓行人的部分 加強執法 路洞走在馬馬縣裡面 扛農到不敵 應發全國關注 臺南市長文維町選是 要編於比較 臨酒塞車的人 公佈高峰教室的名字和商品 不過這項作法 因為民眾沒有看法 民團是說得在意 市府到底有關心 要改善行人的交通安全 每次只要死人的時候 然後就要來個大執法 類似警察 不然就是要公佈什麼照片 那我們之後 穿越馬路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看一下 那個照片 是不是這個人 是高風險駕駛 要增加行人專用的號制 然後等行人都走完 再換車子 正對面 我指的這個方向 才是真正行穿線 應該要通過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有庇護島 有庇護島的話 車子轉彎 就不會撞到人 交通部長 翁國仔也表示 對以外是覺得非常無限 也要求國管市 新調整行人專用的事項 當行人穿過賣錄的時候 香港的車輪就要停止運行 每個保護行人的安全 當行人是綠燈的時候 所有的車輪都是紅燈 讓他能夠安全的通過 不要因為左右轉 因為跟你搶這個路前撞到 翁國仔的進一步表示 中央地方會提升 緊轉力來推動 現在是要求馬上都要做 交通部也會隨時了解狀況 其中間混蛋不得